如果他真的一飛到北京去 那跟中共抗議說你們封守台灣 那如果幹這種事 那就去吧 台海緊張之際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率團出訪 大陸不是不可以 台北市長康文哲列出這唯一目的 才會舉手贊成 看他去什麼目的 他是要去跟大陸商談那個軍演的問題 還是我不曉得 如果這個時候還跑去牧館 拜託你把什麼時候 大陸對台軍演後 共機共建持續擾台 選在這時大膽附露 更不曉得實際目的為何 連向來主張兩岸要對話交流的柯文哲 似乎都認為是不治之舉 更何況是民進黨 是否公開的透明的24個小時全程直播 不然國民黨真的會被你害慘慘 陸委會在第一時間就向國民黨方面 表達勸阻混淆了誤導國際社會 對台灣面對威脅挑戰的認知 傳達中共對台文攻武嚇也無所謂的錯誤訊息 攻擊出訪時機不當也影響國內團結 陸委會要下令言到大陸公開傳達反對粗暴武力 避免落入大陸統戰陷阱 畢竟這時大陸國台辦跟國務院又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歷史事實和法理事實不容置疑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而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地位不容改變 國民黨選在敏感時刻稱要兩岸破冰 台灣內部普遍反對 加上大陸這時再飛來這一筆藍營角色只怕更尷尬 PVBS新聞 華少平 蘇凱 陳立皮 SM小組 台北報導 立即召回叩頭團 立即召回叩頭團 大吹仗殺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就是不滿藍營在台海緊張時刻 仍堅持讓副主席夏立妍率團訪路 卡頭乎緊嫩就跪下去了 所以今天特別送上為鼓勵 請你們務必要挺直腰桿 不只民進黨炮轟 藍營自家人也有怨言 其實在現在這個比較關鍵又比較敏感的時刻 其實如果可以不要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參訪的話 民眾而言來說比較不會有太多的聯想 會不會擔心被黨內的高層扣上造反的這個名義 我們當然不會擔心這個問題 藍營青年軍跳出來反對黨的決定 多達10人以上參與連署 反對夏立妍出訪大陸 就怕選情遭受波及 台中市藍營議員臉書開嗆 夏立妍是敗家老頭 要他別再折磨國民黨 國民黨稍微有一點點的基礎 你們就都出來擺壞掉 我們要選舉的人 我們在拼命 你們每次都在後面扯後腿 你們能不能看一下現在的現況 不要去把拿槍送給別人 把成果送給民進黨 在這個時候 新民進黨剛好林志堅論文案也出現了 在民進黨聲勢比較低名的時候 國民黨突然去做這樣的事情 很容易去轉移焦點 陸委會放出訪團消息 時間點很湊巧 不過傳出這趟行程 竟然早在半年前就開始醞釀桂花 不顧阻攔黨高層的堅持引發藍綠夾沙 TVB 新聞劉俊 張恩坤 台北報導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訪陸行出發 但懸在兩岸緊張時遭批和民意反著走 黨主席朱立倫隨後親自說明 話雖這麼說 但惠中特地邀來前國防部長楊念祖就中共軍演的研判因應做專題報告 也在喊話對岸別傷害彼此情感 但此時台海對立氣氛濃 國民黨說此舉是要單起兩岸溝通的重擔 我們要在這裡要增高國民黨 真正挑起重擔的 是不眠不休 沒有辦法在父親節團聚 所有堅守第一線 捍衛國家安全的國軍 另一頭民進黨會議總統蔡英文大篇幅指責國民黨 國民黨在這個時刻跟他執意前往中國 美國人非常的失望 國民黨的做法是向國際社會傳遞錯誤的信息 不必想要運用這種方式 任何的方式來破壞 來傷害 甚至抹紅國民黨 而仿路行藍英也不是不知道會掀起如此波瀾 強調這趟目的是關心在路台人 所以抵達廈門進行7加3檢疫後 就會拜訪廈門台商協會 也會到深圳上海等 直到27號才搭機返台 最終力大還是必大 隨著訪團行展開 備受關注 TVB的新聞李學衛李國正李怡婷 SY小組 台北紙方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開啟大視